今天是2015年10月20号 我现在一起祝平安 请你学座妈咪 在缓星期五之前 将我的欠款 7000万港币汇出去 否则我就一条腿就可能断掉 依照绑匪指示要求家属汇款 那是当日报纸报平安 这名富商黄坤还存活着 前菜新外屋回家最重要爱你 来图选择以email寄送影片 企图以科技犯罪混淆警方追踪 因为影片档是从国外转一手 警方根本无法找到国内IP 另外使用电子邮件 绑走肉票整整38天 一通电话也没有 完全无法调阅通联记录 最狡猾的是 属款要求交付比特币 闪避现金付属款 为了就是让金钱流向不留痕迹 更不会让警方有 付钱歹人的机会 过去侦查手段全都行不通 一度让案情陷入胶着 时间回到9月20号黄坤遭绑当天 绑匪自以为精心策划滴水不漏 警方还是道高一丈 采用最传统的侦查手法 以车追人 虽然作案用车是变造车牌 但时间往前推 发现和一部兵士车有关联 找到车主采广州 透过他的通年记录 过滤出主贤蔡文利 接着研究地缘关系 追出主贤亲戚蔡茂点 就住在云林乡下 最后找到共犯吴京旺 警方终于顺利收网救回人质 歹徒非常的狡猾 他常立人犯 他也是换来换去 不固定的点 甚至于他透过一些 现在网路科技等等 不易追查的方式 让我们没办法有效的追查 歹徒精心布局 以为只要躲避警方 传统的办案手法就能天衣无缝 拿到上亿赎金 过程中警匪斗智斗力38天 让这期绑架案事后看来更添话题 记者综合报导